撒了滿地明紙還不夠 他老修騎著機車不斷在巷弄徘徊 收上一大疊金紙邊撒邊叫囂 發了風似的往公寓人 三番兩次來找茬 就是衝著某住戶而來 邊走邊撒 樓梯間同樣布滿明紙撈起大把 金紙就往大門塞 凌晨都還沒睡醒 怪客偷偷溜進公寓 大肆胡鬧騷擾 住戶就快受不了 騎頭被撒滿金紙不說 鐵門也被莫名砸爛 就連停在路邊的機車也跟著遭殃 車身後照鏡全破 這全都衝著一個人而來 敲啊然後罵 他這樣差不多來回敲了四五次吧 去哪裡買金紙 然後就來灑什麼的 灑了兩三次站 就騎一次灑一次騎一次 好像一兩天就有來 然後晚餐喔 聽說晚餐叫很大聲 罵很大聲 那個三樓王那個小姐 她說她沒辦法睡覺啊 白皙皮膚攪好身材 看不出來她還是個孩子的媽 不幸婦人大扮火辣 即使當了媽追求者還是很多 沒想到這回竟然碰上 消他近十歲的追求者 不滿對方提分手 竟然跑到她的租屋處找查 兩人交往也不過一個月 問問沒想到對方竟然是恐怖情人 非常不理性 頻頻來打擾 談判不成撒明紙泄憤下 她帶著孩子連夜搬離租屋處 用這個方法 然後請這個女生出面來跟她 協商這個感情上的問題 愛不到男子失去理性 騷擾恐嚇樣樣來 雙方因此撕破臉 鬧上警局 就是要逃離對方的首長心 解決任前宋香玲 新北市報導